但是我又不好意思问家里边要钱 我就周末的时候就出去打工 洗盘子 一个晚上要洗两千个 两千个盘子你根本洗不过来 我只有不戴手套 所以两个手全部都过敏 可以来一壶水 谢谢 你说这个再兑点水还好 那他拿了水你自己兑在里边不是什么 那春子你知道 你知道他在家里吵架吗 对吧 他跟我说但没跟我说原因 我只跟他说心情不好 我就很简单的问了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你还记得吗 如果你回国的话 会不会不开心 对我就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 但我有支持你如果你要回去呢 是是是是你你给我的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一个态度就是我回去也行留在这里更好啊 反正就是这样 你不是什么意思吗 没有当时我在国内不是学旅游吗 对你想在这儿开一个 对开旅行社 刚才发过了以后呢 我就想出去多多多转转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问家里边要钱 我就周末的时候就出去打工 洗盘子 一个晚上要洗两千个 两千个盘子你根本洗不过来 我只有不戴手套 所以两个手全部都过敏 过敏完后就洗那个小包 然后再加上要洗刀叉嘛 时不时就会刮到手上 我当时照了一下我自己的手的那个照片 我数了一下 两边手加起来估计有三十多处到四十处刀叉 然后洗了大概两个星期之后 我洗的速度就比洗完机快多了 基本上我洗两螺 洗完机才洗一螺 就这样我都洗完了 然后还有一天我去倒垃圾 因为那个餐厅是在斜坡那个地方 然后我下坡的时候比较费力 因为里边是满的 然后弄到一半突然下大雨 特别大的雨 浑身淋湿 然后倒完垃圾的时候 我就拖着两个往上走 走到一半 我妈发了一条信息给我 抱歉 我妈发了一条信息给我 她说儿子 累了就回家了 然后这时候 雨真的停了 天出现了一道彩虹 我往上一看 我眼泪哗一下两条就下来 那时候 我现在讲一下鸡皮疙瘩 我都能起来 然后我妈这么说了一句 哗 眼泪出来 不行 我说我还不能 因为我给自己定了目标 我还没做到 我看着你 我给你帮你帮助 我忘记了 我给你帮助 我扶着 我收到顶线上 来啦 是我今天来重新再拍 拍得比上次还好 没问题 我专门换了另外一张卡 我们这边都拍完了 我们父亲 真的 随便吃一点点 谢谢老板 拍摄了非常多的 移动延时摄影 hyperlapse 拍摄了一张大背景 前面 这里也可以拍 亮度可以 有电脑 现在暂时应该可以对付得过去了 再买点额童道具 我画画皮啊什么 阿姨名字我放到air baby 就是叫 Bellevilla 就叫Bellevilla 对啊 你跟Bellevilla有什么区名啊 我去 Bellevilla 吃完饭就一直看看到一两点 这个是整个影片经常会被用到的一个方法 就是呼应了experience的这个主题 就是人生也是一种旅程 因为他住的那个地方离那个动物园就很近嘛 让他的孩子先来这里边拍一组 哇塞 都是我们的客员 都是一家一家的 这么老多 鲁鲁 背头看一眼 你看这个 二十万能订单 订单 对 说不定能找到钱呢 还真找到钱了 我去 一百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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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假的吧 有可能这是假钱啊 真的 要不然我不会放在那儿啊 你看这一百很假你知道吧 你看这一百很假你知道吧 你看这线 对这是一张假币 没错 干嘛 白高兴 我想起来了 要不然我不会放在那儿了 这肯定是一张假的 白高兴一场 哎 打到了 可以半句子 以前我去哪儿都带个本子 现在其实有这个习惯 就是我收集的一些旅游景点 还有一些好的一些酒店 把玩客服 丹麦 当年一篇一篇的 这是记录我的历程 你看还有这个导游池 大家好 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董永胜 其实我的名字非常好记 大家知道七仙女董永的故事吧 我爸觉得我应该比他更好一些 所以给我加了个圣子 大家叫我董导就好 你总是这些呀 总是这些呀 总是这些呀